美国6号对340亿美元的中国出口商品加征关税 中国立刻对同等规模的美国商品展开报复 对此美国川普政府深感不满 10号宣布将再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10%关税 北京当局对华府升高贸易战规模则是扬言奉陪到底 警告将做出严厉反击 商界人士指出 北京可能限制中国观光客房美作为报复 若美中贸易战规模持续扩大 美国家庭的购物支出势必会跟着增加 在美国10号宣布将扩大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之后 中国商务部11号表示 华府此举令人完全无法接受 中国外交部则是指控美国霸凌 并表示会采取必要反制措施 美方的行为是典型的贸易霸凌主义 中方必将会做出必要的反制 坚决地维护自身的正当合法权益 我还想说这是一场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 保护主义与自由贸易 强权与规则之战 中方将和国际社会一道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规则 美方10号列出一份价值高达2000亿美元 包含数千项中国商品的名单 在为期两个月的咨询期之后 最快将在9月开始对这些商品课征10%关税 对于美国在际关税可能产生的后果 荷兰国际集团大中华区经济学家彭爱饶指出 北京当局在反击措施中 可能限制中国观光客访美 影响这项价值高达1150亿美元的产业 而美国商会也表示 若对另外2000亿美元商品课税 将增加美国家庭每天的购物支出 除此之外 由于在北京可能采取的回击中 其中一种是定性措施威胁 因此在中国的美国企业担心 这可能让他们面临加强检查 推迟投资审批 甚至还有消费者抵制等威胁 美国频频向中国开战 但在双方激烈交锋之后 未来饱受冲击的 恐将是美国的企业与人民 央广编译秋其重报导